大家好,正文开始之前,麻烦大家点击订阅,我们会把更优质的内容分享给大家。 在全球化的今天,粮食不仅仅是食物,更是战略武器。 轻易把武器交到别人手上,是致命的选择。 近日,联合国发布报告称,除非我们快速采取行动,保护最错误环节,保证全球粮食供应链通畅,缓解对整个粮食体系的影响,否则我们面临粮食危机被迫禁的风险。 这份报告绝非危言耸听,联合国说,全球劳动力短缺和供应链中断,可能影响一些国家和地区粮食安全。 目前看来,粮食在多方面遭遇的挑战已经显现。 埃及停止出口豆类产品,越南暂停签署新的大米出口合约。 哈萨克斯坦禁止出口小麦、土豆、红萝卜。 其他粮食出口国也保持观望,随时调整出口政策。 问题是,这些操作会不会引发全球粮食危机呢? 有专家认为,如果世界危机仍然得不到有效的控制,引发全球粮食危机的风险将是大概率的事情。 最悲观的预测是,2020年,全球粮食会有显著的减产。 即便是中信的预测也认为,民间囤货、政府抢购会造成全球粮价飙升,甚至战时配给,这种制度会在一些地区重出江湖。 美国前农业部长约翰·布洛克曾经直言不讳地说,粮食是一种武器,而使用它的方法就是把各个国家系在我们身上。 1960年,美国的对印度限制出口粮食,最终迫使印度改变反对美国入侵越南的外交政策。 1980年,苏联出兵阿富汗,美国实行谷物禁运,但当苏联沿着美国指引的方向进行改革时,美国态度大逆转,又表示苏联需要多少粮食就提供多少粮食。 一个国家丧失粮食独立性,政治也将会失去独立性。 很多人以为,吃不上饭对于我们来说简直是天方夜谭。 可你要知道,中国的粮食形势同样值得关注,我国部分粮食需要进口,其他国家的断供将会影响到我们。 与此同时,草地摊业俄司在云南边境处四季儿童,很可能威胁我国粮食生产。 一切仿佛蝴蝶效应,人类命运牵一发而动前身。 面对种种迹象,有人开始在网上担忧我们需要囤粮吗? 说白了,这个问题的本质是,如果不依赖进口,我们的口粮够不够吃? 相信这篇文章会告诉你答案。 一、养活14亿人口究竟有多难? 据统计,中国人口占世界五分之一,耕地面积却不到世界的十分之一。 每天,中国人消耗177万多粮食。 如果用中型货车运输,首尾相连相当于北京到上海的距离。 人数多,食物消耗快,耕地面积有限。 如果粮食不够吃,中国就要依靠从其他国家进口。 可这么大的需求量,国际社会不免有些担忧。 中国人要是把世界粮食吃光了,该怎么办? 1994年,世界观察研究所发布《谁来养活中国》报告中说, 中国正在以极其危险的速度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。 粮食需求急剧增长,粮食产量却不能同步增加。 中国未来的粮食将大量短缺,到那时候谁来养活中国? 面对这样的质疑,30年来我们一直在用实际证明, 中国人不需要靠任何国家来养活,我们靠的是自己。 首先,我们有四大粮仓坐镇,东北平原、华北平原、长江中下游平原。 因为它们的存在,中国水稻总产第一,单产世界领先, 自给率接近百分之百。 这意味着中国人吃的几乎每一粒饭都是自己种出来的。 不仅如此,我国的小麦和玉米自给率均保持在98%以上, 也就是说,中国人的口粮就算不依靠进口,也能自给自足。 粮食危机一旦爆发,最害怕的应该是粮食自给率偏低的国家。 它们无法产粮自给自足,只能从别的国家购买。 比如日本,小麦几乎全部依赖进口, 韩国的粮食自给率更是区区倒数,仅仅25%。 很多国家为了一味地发展经济,忽视了农业发展。 在这方面,不得不感慨中国人的居安思维和未雨绸缪。 无论经济如何发展,工业和服务业的势头如何强劲, 我们始终保持了粮食安全战略,守护着最基本的原则。 谷物基本自己,口粮绝对安全。 所以每当危机时刻,中国的粮食仓都可以挺身而出, 为暴风核心的人都抵。 汶川地震,源源不断地米面菜肉各大粮仓, 菜篮子养殖场运往灾区。 因为无论何时我们都知道, 一粒粮食可以救一个国家,也可以绊倒一个国家。 粮食关乎于民生大计, 中国人要将吃饭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。 二,然而一个不得不承认的现实是, 土地是有限的。 既要发展经济又要绿水青山, 还要保持耕地效率。 对于高速发展的中国来说,实在是挑战。 所以自古以来, 我们不仅要在肥沃的土地上种出高产高质的粮食, 还需要借助农民的勤劳和科技的力量, 化腐朽为神级。 为了将占国土面积三分之二的山区和荒滩荒地改造成耕地, 为了喂饱更多人的肚子, 农民和科研人员真的很拼。 中国存在大范围的盐贤地, 许多盐贤地无法产粮, 农民只能依靠刮土地上的盐卖钱。 1970年代, 为了让这里种上庄稼,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扎根于此, 决心彻底整治。 科研团队通过改善当地的水利设施, 让这片又烙又汗的土地第二年就种出了庄稼, 也让这里的粮食产量和农民收入大幅增长。 曾经的黄淮海平原, 农业条件并不好, 灾害频频, 产粮低迷。 为了改造它, 两亿农民和一千多名科研人员将自己的二十年的时光亲住在这里, 通过改造土壤环境, 让这片土地蜕变成中国农业生产区, 为了将寸草不生的沿海滩涂变成良田。 南京农大科研人员在此申根多年, 他们在滩土上修建鱼塘, 利用自然力量改良土壤。 你根本想象不到这群人有多机智, 用水的重力挤压盐分, 用鱼排出的废物变成土壤肥料, 用卖鱼赚的钱发展经济, 补贴农民, 简直是多管齐下一举多得。 这种将科学利用到极致的态度, 让许多中学文凭的人发家致富, 从此改变命运。 十年磨一剑, 当年的鱼塘如今已收获庄稼, 在中国, 变费为宝的案例实在太多了, 我们可以在九泉的戈壁摊上种菜, 让绿色蔬菜从石头缝里破土而出, 我们可以让农作物不受机械影响, 野蛮生长, 比如在西北多个省市的荒漠上建造日光温室, 通过科技手段改变蔬菜生长的温度环境, 让它们在秋冬季节继续种植, 源源不断地供应在中国人的餐桌上。 曾经, 北方冬日的沿冬不利于蔬菜生长, 可日光温室却突破了季节的限制, 山东受光有5130个日光温室, 让这里成为了生民远洋的菜篮子。 这一技术的普及也让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设施蔬菜生产国。 荒地、盐贤地、戈壁滩、沿海滩图, 那些了无生计的地带, 如今成了酝酿粮食和农作物的摇篮。 我们之所以吃饱饭,之所以从未想过能不能吃饱饭的问题, 是农业工作者和科研人员日以继日的努力。 一切看似理所当然, 却又是来之不易, 是他们凭借智慧和勤劳打破外国专家的偏见和担忧。 三、提起吃饭的问题不得不说一个人, 袁隆平。 在一次采访中, 袁老说这一代年轻人是幸福的, 他们没有吃过缺粮、少粮的苦, 因为贫穷年代的饥饿和绝望, 你根本不敢想象。 后来,杂交水荡的技术喂饱了中国人的肚子, 如今我们有了充沛的粮食鼠辈, 足以帮助我们度过突发的危机和难关。 可袁隆平同志志向远不于此, 他愿意将中国技术推广给其他发展中国家, 解决世界性质的粮食问题。 他还在非洲普及杂交水道, 让当地原本每公斤三吨的产量变成了十点八吨, 这样的突破挽救了太多因饥饿死去的非洲百姓。 全球化时代, 没有国家是一座孤岛, 只有当贫穷国家的人民吃饱肚子, 才能减少战乱和死亡, 让世界趋于和平与稳定。 所以,回到文章最初的那个问题, 我们还会为吃饭发愁吗? 再次引用袁隆平先生的回答, 不可能了,不可能了。 说完,八十九岁的袁隆平吞呼一口气, 如是重负。 关于粮食有多重要, 听听袁老怎么说。 一粒粮食能救一个国家, 也能绊倒一个国家。 正因为懂得粮食的重要性, 才有今天的中国。 这就是我们一直在努力的方向。 达则兼济天下, 我们不仅喂饱了自己, 还要帮扶其他国家。 各国禁止粮食出口, 我们之所以不用担心, 离不开中国人的深谋猿略。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。 喜欢的朋友别忘记点赞, 分享,订阅。 你们动动手指, 对我可是意义重大。 就这样, 我们下期见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